嗨大家好我是Anna 其实从前两天就一直不停的有小伙伴在给我留言说 双十一你要买什么呀 我想看看你的双十一购物车 有没有推荐的产品呀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 双十一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 我其实并没有一个说 哎呀到了双十一我就一定要去买点什么东西 花点钱 或者是找点优惠 一定要去参加一下这个事情的这种心情 因为第一平时我也没有特别有意的在克制购物 基本上想买什么就是直接就买了 不会特意等到双十一 再来一个就是即便是在双十一我买的东西 更多的可能也偏向于本身这个产品 我平时就会买就喜欢的东西 当然它如果在这时候碰巧有一个什么优惠的话 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一些特别重要的大件我已经计划了很久要买 而且碰巧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折扣 比如说电脑啊相机啊 这种3C类的产品 它也比较可能在双十一的时候打比较大的折扣 再来就是日常消耗品 比如手指啊卫生纸啊 就是这些一定会用的东西 除此之后有一些东西 如果它本身我不够喜欢 它的产品我觉得不够好 那它打再多的折 便宜再多 我也是不会买的 所以呢 今天我不会介绍特别多双十一的deal 会有限的挑选一些 我认为产品还比较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 所以更多的也是focus在这个产品本身 换句话说即便不双十一 我也会愿意去买的东西 当然如果在这个期间它有很好的折扣的话 那当然是在这时候买最划算了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我现在说的呢是Dr. Hoschka Rose Nourishing Body Oil 德国世家这个牌子的玫瑰身体精油 首先这个牌子是我从大概可能七八年前 在日本上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的一个有机护肤品牌 它在德国应该也是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了 也算是一个德国的国民品牌吧 而且它是属于配方非常天然温和有机 然后偏药妆一类的 很多产品就是孕妇或者是敏感肌肤的人都可以用 所以从成分上来说我是非常非常放心的 那这瓶玫瑰身体精油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 它完全就是一个纯油质的护肤品 因为最近北京实在是太干了 就是从脸到身体如果你不保养一下的话 整个就会干到你浑身发痒难受的那个程度 所以只有纯油类的产品 连身体乳都可能满足不了我这个滋润需求 我要用这个油来帮助身体的皮肤 恢复一个柔嫩和细滑 那我的使用方法就是洗完澡以后 连身上水珠都还没有擦干的情况下 挤挤泵 然后把它均匀地涂在身上 让它吸收一下 然后再裹上毛巾 去做其他的一些脸部护肤的动作 持续使用几天下来 你就会明显感觉原本身体干燥发痒 甚至有点小脱皮的那种现象就完全会消失了 而且身体摸上去就是非常柔软嫩滑 会忍不住一直摸自己皮肤的那种感觉 它虽然是个油 但是吸收的非常快 很快就会渗透到你的皮肤里 不会觉得浑身油油腻腻的 而且它带有一个淡淡的天然玫瑰花的香味 还不是说香精挑出来的那种玫瑰香气 真的就是天然玫瑰花的香味 如果你很习惯用这种天然有机成分的护肤品的话 应该会很喜欢这个味道 而且它的价格一点都不贵哦 它只有一百多块钱 我没有看这个牌子有没有国内的 就是天猫旗舰店之类的 我当然是找代购买的 但这个容量显然对我来说 完全不够用大北京的一个冬天 起码要用掉三四瓶 也是我回购过很多年的一个产品 所以在双十一的时候 我一定会去回购它 然后稍微囤一下货的 这应该是我最喜欢的身体类的保养品之一 所以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要说的是这款 Orbis奥密斯的隔离防晒乳 Orbis也是一个我学生时代 在日本就非常喜欢的品牌 这个牌子给我的印象 是属于物美价廉温和好用内卦的 不会玩什么花里胡哨的噱头 或者是很浮夸的包装 给人印象就是踏踏实实清清爽爽的 连包装都是非常简洁 而且比较环保的这种小包装 相应的价格也就非常的平易近人 对于学生当然也很友好 现在它是隶属于日本四大护肤集团的POLA旗下 已经有超过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日本也属于一个大家都很爱用的国民品牌 那这款隔离乳呢 是分为清爽型还有滋润型两种 清爽型是一个像这样的涂改叶质地 用之前要稍微摇晃一下的 它的质地非常非常的轻盈水润 上脸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感 比较适合中到油性的肌肤 有清爽控油的效果 而且上妆会感觉非常的轻薄服贴 另一款滋润型呢 是一个乳霜的质地 看上去明显质地就要浓厚一些 但是尽管如此 它也不会说非常的厚重粘腻 也是非常轻盈好推开的 涂上脸的感觉比清爽版要更加滋润一些 相对来说更适合中到干性的肌肤 那它们的共同点呢 就是都有SPF34 还有PA++++的防晒指数 大家都知道虽然到了冬天 阳光和紫外线不像夏天那么强了 但是依然还是非常需要防晒和保护皮肤的 最重要的目的还不是说怕晒黑什么的 而是为了防止皮肤晒老 还有晒出一些斑让肤色不均匀 那它就能很好的帮助你完成日常防晒的这个工作 另外它们还都带有一点点淡淡的肤色 有一定的润色提亮的效果 很适合亚洲人的肤色 里面有一些光感粉体 然后上上脸仔细看的时候 阳光照下来会有一点点bling bling的 但不会特别抢眼 里面呢还采用了Orbis新研发的超轻盈空气感粉体 能够很轻盈的帮你修饰掉毛孔 还有一些表面肌肤的瑕疵 即便你不想化妆出门的时候 稍微涂一点它也会让你的皮肤状态看上去更好 肤质更细腻更透亮 让你的素颜看上去都更有光彩一些 它们的价格也都非常的便宜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需求 选择清爽款或者是滋润款 我觉得还挺值得推荐的 大家知道最近北京天气有多干吗 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我真的活生生的耳朵 还有眼角的皮肤干到裂了 而且就是前两天明显的 我在感觉涂护肤品的时候 脸上会有那种刺痛感 那就说明已经是极度极度缺水的状态 所以我赶紧这段时间就把所有保湿 然后补水的产品都拿出来了 当然这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补水类的面膜 所以接下来要说的呢 就是美迪惠尔的这款非常经典的水润保湿面膜 相信这个一拿出来 应该没有几个人没有用过吧 这个面膜应该是早些年 韩国的面膜风潮吹进我们祖国大地的时候 就人手一合的面膜了吧 可以算是一个补水保湿类面膜的鼻祖 对我来说就已经属于一个常规消耗品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像我一样 平时买东西凑单的时候 只要看到它都会顺手拿一盒放到购物车里 所以当然像双11这样的时候 有比较好的deal 当然就要囤货啦 它最大的功效呢 就是15分钟内快速的深度补水 它能够很快速的渗透到脚质层强效的锁水保湿 我很喜欢这种目的比较单纯明确 但是把它本职工的做到很好的产品 那它们的膜布现在版本升级了以后 变得更加服贴了 上面还有一个MediHill 就是它们品牌logo的小小的暗纹 随着你面膜肤的时间越久 这个纹路会变得更加的清楚 它的膜布也属于比较薄和服贴的 对于像鼻翼眼角嘴角这样的小细节也都能够照顾得到 里面呢含有丰富的NMF天然保湿因子和透明质酸 所以能够帮助皮肤源源不断的吸收水分 补充到皮肤当中 在皮肤非常干燥的情况下敷完以后 肉眼可见的就会感觉皮肤整个变得蓬蓬润润 很水很细腻 而且像一些因为干燥产生的小肝纹啊 包括毛孔都会肉眼可见的得到一些改善 整个肤质会得到一个提升 而且脸看上去就是更亮更有光泽了 像这种保湿面膜我平时可能是一周做个一两次左右吧 但是像现在北京这么的干燥 我真觉得甚至每天做都可以 像我自己的话要么就是睡前 就是洗完澡也是还在浴室里有蒸汽的时候 就先敷上一片 然后用完它以后再去上后续的护肤品 第二天早上起来 整个肤质的保水还有滋润的程度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还有一种就比如我今天要拍照 或者是有比较重要的活动 想要化一个很美的妆的话 也会提前一些时间做一个面膜 在早上的时候 这样整个皮肤状态都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在上妆的时候就会让你的底妆更加的服贴 而且让毛孔啊小细纹这些地方都得到一些淡化 整个妆容看上去会更精致更细腻 再接下来一个呢 是密斯佛陀的这个小白和银亮真白粉饼 密斯佛陀也是一个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的品牌了 我记得最早还不知道它中文叫密斯佛陀 只知道它叫Max Factor 然后它已经有超过110年的历史了 是不是很长 他们家比较擅长的呢 也是做底妆类的产品 所以在业内也被誉为一个底妆专家 这个粉饼我今年看到了不少博主朋友都在推荐 我自己用了以后发现还真的不错 首先就是它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腻 完全不会堵塞毛孔 也不会卡干纹 也有一定的遮瑕度 所以上完以后基本上黑眼圈还有淡的逗印都会得到一些改善 同时呢你不会在皮肤上看到很明显的粉感和妆感 妆效出来还是比较细腻透亮和自然的 它在里面还添加了珍珠白鱼母结晶 可以增加皮肤的透亮感 所以看上去不会特别的死白或者假面 它的粉体可以很好的吸附皮肤表面的油脂 所以当你出油的时候稍微拍一拍 整个那个油光会立刻就消失 然后还你一个很细腻干爽的妆面 看上去就更加干净一些 除此之外我还想说一下这个包装 我其实很少见到这样竖着的粉饼包装 大部分大家见到都是横着的那种对吧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长条形的镜子 可以在照的时候把你整张脸都照进去 而不是只照一个小小的局部 我很喜欢 而且还有一点我特喜欢的 就是它这个盖是可以翻开成180度的 我不知道你们跟我会不会一样有这个小小的纠结 就是很多粉饼它是横着的 而且可能只能开到这个角度 但是比如像我这种眼神不是很好的人 补妆的时候一些细节我就觉得看的不够清楚 我希望可以贴的很近 就是这样看的超级清楚的那种 所以这个设计就能够满足我这样的需求 里面配的这个海绵也非常的柔软细腻 有弹性用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另外这个粉饼还带有SPF20的防晒指数 这样作为日常边补妆边补防晒也是非常方便的 再接下来呢有一样东西 就是包括平时经常有人问到我 有没有推荐什么护发的产品 就可能你们觉得我的发质还不错 那在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推荐的 我个人常年囤货 而且积累了许多空瓶的 就是这个我攒了超级多空瓶的潘婷的三分钟奇迹发膜 这个我我终于又像上次的Fanko的那个十几个空瓶一样 我拍完终于可以把这垃圾都扔掉了 因为都是空的 这个东西也是属于一个我万年回购必不可少的产品 这个发膜在这个位置分不同的颜色 好像是有三种还是四种不同的种类 但是我试过以后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所以基本上我回购的都是这个紫色的最基本款的Total Damage Care 也就是一个全方位的受损头发护理的发膜 用法超级简单 就是你在平时正常洗完头发以后不用护发素 而是把它挤出来很多 我用量还蛮大的 因为我的头发还挺长的 而且发量比较多 所以我都会挤非常多一坨 然后均匀的涂在头发上 然后等待三分钟 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去刷牙呀洗脸啊 或者说刮刮毛啊什么的 然后很快这时间就过去了嘛 再冲水你就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头发非常的顺滑 首先你在冲水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它非常的顺滑 因为大家都知道头发湿的情况还是很容易卡住和打结的嘛 但是你冲水的时候就已经很顺滑 之后呢你把它擦干 再用吹风机吹完了以后 你就会忍不住的去想摸自己柔顺的秀发 就是有一种哇丝断般的感受 而且我最多离不开它的原因是为什么 就是像当你的头发长到我这个长度 再加上环境本身比较干燥的话 其实头发是非常容易打结的 比如手这样一撸下去 很有可能中间你就卡在哪里 然后下不去了 而且还有一点让我特别受不了的 就是当你旅行出门在外 酒店不是都有那种护发素什么的呢 但是基本90%的酒店护发素 我觉得对我来说都不行 对于我这么长的头发来讲 一个是亮不够 再来就是用完我还是会觉得它有一些干色 不够滋润 不够让我的头发恢复这种顺滑的感觉 所以当我出门在外旅行的时候 我都会提前先去买一整管 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 如果是稍微短期的旅行 我会买那个稍微小一点包装的 就超市也有卖的 就我一定会备好这个护发素 再去旅行我才能安心 然后每次用完以后 头发就非常顺滑 摸起来非常舒爽 而且潘婷作为一个随便哪个超市 都可以买到的很大众化的品牌 我觉得购买起来非常的方便 保洁的官方旗舰店吧 在双11往往都会有很大的折扣 那我就会连着它 还有一些什么牙膏啊 就是沐浴露啊 就是这种你知道日化类的消耗瓶一起买 囤货囤很多 然后我就可以用过大半年 到明年的时候再去囤下一波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就非常的物美价廉 这个我真的是常年爱用 离不开的一个产品 一定会回购的 在接下来呢 想要给大家推荐一点服饰类的产品 猜猜是什么呢 是一个超级可爱的皮包 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品牌 叫做Bara Bara 这个牌子可能很多人还不是很熟悉 但是其实我在前几年就已经接触过了 它是一个来自英国伦敦的品牌 老板是爱尔兰人 这品牌是在2012年创立的 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所有的包包都是100%天然牛皮制成的 所以每一个包包你都会看得到 它的表面会有牛皮特有的这种细腻的皮的纹理 而且还有这种很漂亮细腻的光泽 闻起来呢 也有一股天然牛皮特有的那种淡淡的皮的香气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喜欢的 那我这一款呢 它叫做Eden 颜色是深棕色的 它的设计灵感呢 是来自于70年代 所以带有一个很复古 然后带有一点波西米亚风的那种浪漫气息 它的外观就是一个非常光滑细腻的 比较硬挺的牛皮质感 侧面是有一定厚度的 背面呢 也是一个光滑的牛皮 然后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黄铜的牌子 写着BerryBerry就是品牌的名字 它有一个这样黄铜做旧质感的卡扣 打开以后呢 里面是这种绒面的 摸起来非常细腻的手感 另外它还有一个像这样子 可以调节长度的背带 个人是喜欢把它卡在最里面的这个洞 也就是把带子缩到最短的情况下来斜背 这样对于我的身高来讲 它就刚好可以斜胯在我腰和胯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长度是刚刚好的 我的身高是1米64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当然如果你是个子更高一些的女生 你就可以把这个带子再弄更长一些 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好看 它是一个马鞍包 棕色非常经典大气 经久不衰 而且很适合搭配秋冬的各种衣服 就永远都不会出错的 但是同时它这个圆圆的设计呢 又不会显得过于沉闷 就是还是很有活泼和浪漫气息在的感觉 对吧 而且这个大小我觉得是兼具了美观和实用性的 它是可以轻松放下我的手机的 侧面也是有一定厚度的 所以其实女生我们平时会随身携带的东西放进去 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 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好像对于我们 比如身高不到1米65的 比较娇小的亚洲女生的身材来讲 背上身也是非常合适的 不会有一种人被包包背了的感觉 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会担心说 哎呀它看上去是一个这种很光滑的光面牛皮 那会不会很难保养 很容易沾上划痕啊等等的 这一点我个人是觉得呢 首先这个品牌它本身就是致力于这种纯天然牛皮的制品 而且它非常注重皮料的选择 还有缝制的工艺 所以它们所有的包包都是有一个经久耐用的特性 而且我个人反而是会觉得像这种牛皮制品 如果它太光滑太新 反而会有一点不够融入我个人的这个整体感 我其实反而更希望能够赶快的带它出门 然后经历一些风风雨雨 让表面留下一些只属于它的这些印记 我觉得背上身材是更有味道的 我前几年的时候还背过它们家另外一个颜色更浅一点 更大的一个双肩背包 就整个这个牌子都给我一种非常英伦 非常复古的艺术气息 而且我一直很喜欢一种感觉 就比如说一双皮鞋 一个手表 或是一个皮包 你不经意间露出来的时候呢 能够看得出它不是一个全新的 而是经过了时间和岁月的打磨 而且长年来被主人爱惜和呵护 而且非常爱用的 它的每一丝光泽每一条褶皱和每一道划痕 都好像在讲着自己的故事一样 我觉得真正的优雅并不是说需要灰金如土很奢华 而是说用心去投资一些非常适合自己的物件 然后好好的爱惜它 让它长年来陪伴在你的身边一起经历人生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绅士精神 另外它们的官网呢 还有提供烫金刻字的服务 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的首字母等等的印在上面 所以无论是作为独有自己的一个标记 还是说作为礼物送人都会让这个包包本身更充满意义 这一只Eden包包它的原价是1040块钱 在双十一的期间 11号到13号 在官网下单大家可以用我的优惠码 就是enna11 下单的时候呢就可以打八折 这个优惠码我也会写在下面和评论里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拿去用啦 这是它们官网所有产品都适用的一个折扣码 并不是说一定要买我的这个同款才行 那它们因为是一个英国的小众品牌 暂时还没有入驻到天猫当中 所以销售渠道呢 一个是中文的官网 一个是英文的官网 如果是想邮寄到国内的小伙伴呢 就请从中文的官网下单 它们是从上海的办公室发货的 那所有的产品都是由英国伦敦寄到上海的办公室仓库那边 然后再发给大家 而且中国大陆地区是全部免邮费的 一般发货之后两三天大家就能收到了 但如果你是想要邮寄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呢 就请到它们的英文官网来下单 这样是从伦敦直接发货的 一般发货之后的两个星期可以收到 那大家在挑选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有一些款式处于一个预购的状态 往往是可能说这个款式有点太过于受欢迎了 非预购的产品一般来说都是两三天之内 它们就会发货了所以还是比较快的 好了虽然说不想说太多东西 但感觉好像也还是说了挺多挺长的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以上就是我在今年双十一推荐给大家 或者说即便不是双十一 也推荐给大家的一些产品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列入你的购物清单里 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 无论如何还是要理智的去购物 然后买自己喜欢和真正需要的东西 其实并没有必要说为了赶着一个所谓的什么购物节 而去花钱冲动的买一些自己回过头来看会后悔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啦 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美好的一天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也欢迎在各大平台关注我的账号 经常来和我互动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